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是最近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期待双方为我们奉上一场旗鼓相当的精彩比赛 机会来了 好的 比赛刚刚开始 他们就牵拔头肘打进一球 这个位置的机会 你几乎不可能浪费掉 非常近的距离 门将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他一路带球向前推 看他把握机会的能力了 门将真是太深勇了 漂亮 抢到了球权 好机会啊 这球又进了 这球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球已经两球落后了 在本半场丢球 他不是第一个 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不过对防守在危险区 可千万不能打短啊 比赛打到现在 真是怎么打怎么有 主教练估计心里早已乐开花 就等着在赛后 更衣势里要好好赞扬这帮小伙子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球丢了 这球展球非常果断 看看要怎么打 这球看接下来怎么打 边才聚齐了 这球还是越位了 团跑的时机还是欠了一点默契啊 是 他用一个漂亮的拦截把球抢走了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精彩的防守成功的抢断 双方拼抢时 把球碰出了边线 失误了 机会非常好啊 一次精彩的扑救 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 被防守方抢到点 传球了 机会来了 球进了 帽子起法完成 还可以在赛后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 这帽子起法先生 脸上的笑容啊 都已经溢出屏幕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肯定会在日历上 把今天单独给圈出来 这确实是值得他铭记的日子 成功上演了帽子起法 哎 今天对本队的主帅来说 绝对是一个喜不胜收的好日子 队员们在场上 彻射底底地灌注了他的意图 分差被拉到到了三球 比分3比0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已经领先四个球了 单刀破门 防线如此不堪一尽 他的表现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精彩的个人表演 真香 目前的比分是4比0 球拿不住了 对方的拼抢非常凶 球拳转换到了对手脚下 探起来可以自己突破了 这球被门将化解了 不过对方还有机会 防线的危机现在解除了 可以打门了 光有力量没有转度怎么行呢 这个胜门能力还有待提高啊 就是 对手的B强已经快到位了 双方交换了控球权 直接传身后找队友 漂亮的直载机会出现了 这次抢断非常漂亮 对方的反击戛然而止啊 一次漂亮的铲球在对方半场夺回球权 一次漂亮的铲球在对方半场夺回球权 机会不错 球现在是门将的了 主队友好有点的了 主队球迷现在是鸦雀无声啊 现场一片冷迹 能说什么呢 我可以体会到他们此刻的悲伤 直接朝球铲过去 直接朝球铲过去 球现在是在对手的控制之下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防守好像出现了空档 阻止了对手的射门 危机算是解除了 人才股单举起 越位 兴起吃不了热豆腐啊 着急传过去 结果呢 队友还在越位的位置 漂亮 把球抢到了 开启高压防守 真是好机会啊 哎 这球又有了 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 这个单刀进球太精神了 防线被他一个人冲着七零八落 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叉呀 还要再捕食两分钟 全场比赛才能结束 球还在脚下 刚刚我们还在分析进攻中 展现出哪些技术特点 结果这马上对方就断球大半击了 在现场抢断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好机会 你看这个球进了进了进了 他自信满满 带着脚下的球如入无人之境啊 海蝶穿花非常灵动 不愧是职业救援呢 对 前半场比赛到次结束 目前的比分让人大跌眼镜啊 这个大比分输球的一方啊 肯定是想早点结束上半场的 因为对方这个半场的表现实在是太出 下半场 下半场由他们开球 经历过上半场的45分钟之后 不知道他们中场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啊 他要划斩抢回球拳 看上去确实完成的很容易 把对位的方式队员给过掉了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前场抢断很成功 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赛板给了一个任意球 这罚球地点对方舟方来说危险咯 教练决定把他替换下场 看来是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啊 他今天说实话 确实不是在自己的最佳状态 是不是超出他的射程范围了 怎么差这么多啊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他的脚法支撑不起他的信心的 鸿魔球迷们现在应该很高兴 因为梦剧场又迎来了新的队员 我相信他是任何一个俱乐部 都想要的那种优秀球员 希望他在新的球队 先看这个球 球又进了 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呀 一脚漂亮的射门球滚入球门的下角 变样的真球可以说看起来 最轻松的吧 对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球有了 好球 球进了 什么叫手术刀吧 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条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不看数据 看场面也知道 球一直在客队脚下 等等 看这球 被门将扑出去了 但威胁还没有解除 这次机会就这样被破解了 他在后场遭到逼抢 不过周围有队友啊 提供支援和保护 还不错 他们再次将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抓住空档 挣脱防守 漂亮 这个直C球啊 非常精准啊 但是门将没有选择做一代B 他果断地出击 化解了这次攻势 他还在用身体护球 这是礼翼附身啊 对手再次拿到球权 一次绝佳机会 球进了 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 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球晚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今天对本队的主帅来说 绝对是一个喜不胜收的好日子 队员们在场上 彻射底里地灌制了他的意图 教练这是准备要换人了 双方交换球权 对手现在控球 机会非常好啊 危险还没有解除 进了 一个人对抗整条防线 这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 提补要上场了 这种在后场的丢球很危险啊 中路已经有队友在接应了 自己跑到后场来要球 过掉了防守啊 这个传球有机会 门将突出了球 这是一次精彩的倒三角船船配合 从一个漂亮的横船开始 很近了 可以打门了 球进了 绝大多数的进球都发生在那个位置 因为距离球门已经太近了 要是提丢 可是会被球迷吐槽好一阵 中场事就要响了 分差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成功突破了对方的拦截 成功突破了对方的拦截 传球质量有在提高啊 对手拿到球了 找到进区附近的队友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再看一下进区的过程 成功地摆走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这是防守队员的失误啊 玩家还是做出了扑救 防得很好 没给对手留机会 批球应声入网 太漂亮了 大军一定 他们又刷数据了 又一个进球 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带球摆脱了防守啊 机会非常不错 球直挂球门下角进了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是否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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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根本没有截力 是否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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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了 这边的敌力 是否卸了 在这边的握手 是否卸了 另一边的地举行 还要再站四分钟 这次能创造出威胁吗 这个时候可以试试船钟 这叫船钟是门将的了 门将奋不顾身把球扑住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脚球掉到了进区中间 脚球被解围出去 比赛结束了 客队今天在客场全取三分 完全是一次碾压式的表演 对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他今天这球踢的 往俗了说是可圈可点 他今天简直就是一台无情的进球机器 对手简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任由他在场上为所欲为 这球有了 好球 球进了 要好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